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经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贫穷的定义。 用来定义穷人的标准有很多,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假设。 其一,如果说你现在在观看我们的视频,那就是说你能上网,有某种能够上网的设备。 第二,你至少能够满足自己大多数的基本需求。 当然,可能日子还是紧紧巴巴的,到了月底捉襟见肘。 如果把我们这里穷人的定义和富人相对比的话,那么富人就意味着你的生存与每个月的薪水无关,或者你的储蓄账户里至少有你一点的收入。 这么看来,穷人的定义就是一个要靠着下一笔薪水才能够活得下去的人。 换句话说,那些极端贫穷的人并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 说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来看看如何赚到大钱,从此在钱堆里打滚。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订阅,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 第一,列出你都拥有什么。 我们都有技能,有知识,这是我们的头号资产,而排第二的资产就是时间和精力。 你要列出自己拥有的所有资产,然后再列一个你能够有效利用的机会的清单。 研究一下哪种商业结构在税收方面是最优性价比的,看看你掌握了什么技能。 你有这项技能就意味着像是记账这之类的事情,就不用花钱外包给别人做了。 现在最潮流的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潮流是你能够分上一杯羹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了解自己有什么能够帮助你更接近商业上的成功。 第二,用别人的钱。 我们不是让你跟妈妈伸手借钱,而是可以借贷,或者可能你所处的地方有针对中小型企业的贷款服务。 大多数国家对于中小型的企业都会有优惠的贷款政策,以此来鼓励人们创业。 你可以看看你们当地有什么机会,有时候你甚至能够申请到一笔, 只要你的企业还在运营就不需要偿还的基金或者贷款。 或者,如果你有一个很强很有前途的商业计划的话,你还可以从银行申请贷款。 比如说,如果你想要进入房地产业,你的商业计划要显示住宿需求, 该地区的平均租金,以及如何支付你的贷款。 你也可以通过众筹获得资金。 许多网站能够让你向世界展示你的想法, 那些认可你的愿景的人就可能会出于善意,或者为了获得某种激励给你投资。 第三,了解你的商业模式。 你真正了解的商业有多少,我们不仅仅是谈论行业运作, 而是指企业的运作方式,例如零售店的商业模式, 快递业务的模式或餐厅的商业模式等等。 你需要明白,你了解的成熟商业框架越多, 你的大脑就越能发掘新问题, 或找到解决已有问题的方法。 这就是企业的本质。 充分了解一种商业模式可以让你更好的理解, 你需要什么才能让同一个领域的小型企业成功。 第四,列出你所需的一切。 在明白自己拥有什么优势,能为人们提供什么价值之外, 你还需要清楚地了解,为了实现你的商业计划,你需要什么。 可能你现在需要一份详尽的商业计划书来申请贷款, 或许你需要建立一个电商网站来开始行销。 将这些需求依照优先顺序排序。 仔细思考,为了迈向企业发展的下一步, 你需要准备些什么。 第五,用你所拥有的换取你所需要的。 如果你想创业,这通常意味着你有东西可以交换, 你可以用它来换取你需要的服务, 争取到你的第一个满意的客户。 如果你做的是一项宠物托管业务, 那么你可以把你的服务提供给当地的打印店, 然后换取他们帮你打印你需要的名片的服务。 如果你需要为你的汽车修理店做个网站, 那就给网站设计人修一下车, 以此让他为你做一个超棒的商业网站。 你一定有时间和技能能够用来换取货物和服务, 所以不是非要有钱才能推进自己的生意的。 第六,只投资你输得起的部分。 你没必要孤注一掷, 拿着你全家的未来去赌, 不要花掉孩子上大学的基金或者你为了买房存的钱, 也不需要冲动辞职, 让你和整个家庭坠入贫困当中。 赚钱不能顾头不顾尾, 看也不看就一头扎进去, 而是要承担你精心计算过的风险。 你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功课, 不能急于求成。 第七,利用你的人脉。 人脉在商业当中是必不可少的, 靠着单打独斗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们认为出色的人际交往能力非常重要, 利用你的人际关系网能获得莫大的助力。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节目, 可以订阅我们, 打开播放列表, 观看相关的内容, 加强练习, 提高自己这方面的技能。 第八, 就算你现在还两手空空, 也要开始销售了。 就算你一辆车都没有, 也一样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出租车网络, 看看Uber就知道了。 就算你一家酒店都没有, 也一样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住宿巨头, 看看Airbnb就知道了。 你不需要有产品, 才能开办电商平台。 仓库不需要, 运输的卡车不需要, 你都不需要打包, 甚至不需要有你自己的员工。 你只需要有个提供商就好, 找到你觉得有市场的产品, 然后你就能开始销售。 之后创办一个网站, 在广告上投点钱, 或者利用你的人际关系, 找找免费打广告的机会。 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只要你够努力, 就一定会有销售额。 有了销售, 你就下订单, 供应商就可以直接发货给你的客户。 现在的电商平台数不胜数, 只要你发觉得产品有市场有竞争力, 只要你交付一定的费用, 能够勤勤恳恳回答咨询信息, 及时下单安排发货, 慢慢就能积累起人气, 抓紧开办自己的网店吧。 第九,销售服务。 你不是一定要销售产品, 如果卖货物让你感觉太触头了, 那你也可以销售你的技能。 出售一项技能就是利用你的时间和技能换取金钱, 而且通常不需要很多启动资金。 当然,如果你开始规模很小, 那就不能用我们上面提到的, 先销售再生产的模式了。 因为你卖出去之前, 要先确保自己能按时交货才行。 举例来说, 如果你还没有掌握记账的技能, 那你肯定就不能出售这种服务。 归根结底, 靠着说大话可做不了买卖, 有多大的脚就穿多大的鞋。 第十, 能租就租, 不要动不动就买。 在Uber和Airbnb这种商业模式的指导下, 我们了解到, 你没有必要切实地拥有什么, 才能够开始你的创业梦想。 如果你想要开办一家影片制作公司, 那你可以根据需要租用所需的相机, 这样你就不需要借钱了, 自然也没有利息了, 而且你也不用支付维修保养的钱。 从建筑施工到运营, 任何行业都是如此, 你甚至按小时租用高端的厨房, 通过Uber Eats这样的软体来提供食物, 这种方法能够降低你的启动成本, 并将风险压至最低。 这样当这条路行不通, 或者你最开始的计划需要做一些调整的时候, 你手上就不会留下一大堆以后用不上的设备。 第十一, 不要上当受骗。 如果一件事听起来好的不真实, 那它可能就不是真的。 你可能也听过那些广告, 什么坐在客厅就赚钱, 或者雇你做你自己的老板, 这很可能就不是什么合法的买卖。 我们要坚持的底线是, 商业必然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 需要有一点点小创新, 还要抓住正确的时机。 你要么就是售卖产品, 要么就是售卖服务, 这就是底线。 这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和你一样在努力奋斗, 所以你必须全力以赴才能成功。 你想想, 要真有那么好的事情, 所有人都去做那个了呀。 第十二, 出售资讯。 我们之前未提及的另一种服务业就是出售资讯。 如果你拥有丰富的知识或经验, 理论上讲, 任何知识和经验稍逊于你的人都可以从你身上获益。 那么, 为何不考虑将你的知识打包出售呢? 你需要将这些知识整理下来, 然后交给线上电子书出版商, 让他们帮你将你的智慧转化为优质的教材包, 后续也可以扩展到相关商品的销售, 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开放的。 总之, 对于初学者而言, 这是一种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就能迅速起步的绝佳方式。 第十三, 找到供应链的缺口。 每一条供应链都会有一些废品, 而这就是商机。 这里不是让你开个用边角料做小手工的网店, 我们说的是大生意。 也许你住在一个采矿小镇或火车站附近, 这些行业会产生大量可以重新用于建筑行业的废料。 也许你住在养鸡厂附近, 可以把粪便变成堆肥, 或者住在林场附近, 可以把剥落的树皮变成营火用的东西。 无论你住在哪里, 你都会发现供应链上是有缺口的, 它会产生很多的废料, 这都是公司的成本。 有时候,你只需要把一个企业的废物 卖给另外一个有这种需求的企业, 就可以给自己开创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副业, 他们甚至有可能会付钱给你处理掉他们的废物。 这样你就获得了一笔额外的收入, 能够再投入到你的新业务当中。 第十四,尝试和适应。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强大的企业也不是一天成长起来的, 给自己一些时间, 根据反馈不断试验和适应市场, 你的经验也是你的竞争优势。 你需要有端正的心态, 要积极地去适应, 不要只拘泥于单一的目标或结果, 要对那些公司中或者市场中出现的变化, 做出及时的反应。 作为一家小型初创企业, 你的一个竞争优势就是可以灵活地 响应客户的需求并改变策略。 大型企业有传大难掉头的尴尬, 他们需要比你更长的时间来改变方向, 利用行业的新东西。 第十五,保持简洁。 不要系统套系统, 把企业管理做成层层叠叠的复杂结构。 管理上要简单快捷, 把心思放在业务上, 给客户呈现最好的服务。 你越是做得复杂, 能出问题的地方就越多。 其实,只需要一个网站花点钱做个广告, 或者在社交媒体上来点创意就可以了。 二十世纪大多数企业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那么,你对创业有什么想法呢? 有什么激励你去探索全新的领域的呢? 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吧, 这样激励你的东西也可能会激励到另一个人。 为了感谢你陪我们到了最后, 我们要给你一个小奖励。 你知道Skyscanner最初是从一个Excel表格开始的吗? Skyscanner的起步并没有什么传奇色彩, 目前该网站支援三十多种语言, 每个月的用户达一亿人次, 员工有五百多人。 但在2001年刚开始时, 它仅仅是一个Excel电子表格和一个ID创建的网址, 用来比较世界上所有商业航空公司航班价格。 三个好朋友聚在一起贡献了自己的技能, 测试了他们的想法, 最后琢磨出了一个产品, 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前景广阔的生意。 但当时加雷斯·威廉姆斯、 波纳米·格莱姆斯·巴黎·史密斯肯定没想到, 有朝一日, 它将成为今天这个价值几亿美元的全球公司。 所以, 如果你想做些什么, 就从今天开始努力吧。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对筋机遇,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